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结婚之后的生活并不像自己以前设想的那个样子 但是总的来说整体的感官让自己觉得还可以接受 两个人当初设想的是如果结婚之后有钱的话 就在外面买上一套属于两个人的婚房 但是这件事情也是要他们两个人付出努力的 现在手头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钱 就只好让崔婷跟着张瑞的父母住在一起 生活中唯一让崔婷觉得不太舒坦的事情 就是自己那个婆婆总是眼高于鼎 然后用一副高人异等的语气跟崔婷说话 让崔婷觉得自己的婆婆总是十分看不起自己 而且还总是小瞧自己 这让崔婷心里就变得十分的不高兴 而且这件事情崔婷也有跟自己的丈夫说过 但是张瑞总是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 反倒觉得是崔婷这个人小题大做 还给崔婷说自己家里就是婆婆拿主意 而且家里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听婆婆的话 所以张瑞和崔婷两个人由于这件事情 就在家里吵得不可开交 而且崔婷觉得自己已经嫁给了张瑞 张瑞就应该在家里面维护自己这个妻子的身份 而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反倒说这一切都是崔婷的不对 而且有一次两个人由于这件事情 闹得特别不愉快 甚至在客厅看电视的婆婆 都已经听到了两个人的争吵 婆婆就直接推开门 走进了两个人的卧室 对着崔婷就是一顿骂 崔婷 是不是我在这个家里对你太好了 你竟然现在跟我儿子这么说话 并且这是在我家里 你就应该给我安安分分的 做好儿媳应该做的事情就足够了 撇在这里把自己当做一个人物 不然到时候我翻脸了 谁也不好看 婆婆说完这话之后 就把她拉了出来 而且还让她在客厅里面好好反省 等到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以后 才能够回卧室睡觉 崔婷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客厅里面 看着自己的丈夫 也并不出来维护一句 并且也没有一点点要跟自己说好话的态度 这就让崔婷心里变得更加委屈了 觉得自己这个婚姻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虽然每天的生活总是这样充满了争吵 并且两个人的感情也因为婆婆的缘故出现了一些裂痕 但是崔婷有的时候都会把这些忍在心里 觉得自己只要好好的把这个家庭给努力的经营起来 那么家人也一定能够看到自己的好 所以崔婷每天下了班之后 也会着急忙慌的去超市买一些要做饭用的东西 回到家之后就赶紧去厨房 准备一大家子的晚饭 这只不过是崔婷一天中做得最稀疏平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却在婆婆的眼中从来不说崔婷的一句好 崔婷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像一个边缘人物一样 所有的人说话的时候都不会多跟崔婷说一句 而且家庭里面商量什么大事的时候都会躲着崔婷偷偷的说 崔婷有的时候也会跟自己的丈夫诉说一下自己内心的委屈 但是在丈夫的心里却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应该告诉崔婷 虽然你是我们家的儿媳 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 但是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家里应该要商量的事情 你这个嫁进来的人就不应该有话可说 而且你跟我们家的人也没有那么熟悉 让你掺进来干什么 而且崔婷还被张瑞告知说 必须要摆正自己在家里的身份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这样的话 崔婷也从自己的婆婆口中听说过 崔婷在这个家庭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从早上到晚上 没有一个是停下来休息过的 而且每天上班 下班都是自己一个人 匆匆忙忙的去挤地铁 自己的丈夫也不说开车去送一下 平时放假的时候 婆婆也会早早的就把崔婷叫出来做家务活 所有的休息的时候 婆婆都不希望看到崔婷坐在沙发上 安心的看一会儿电视 只要看到崔婷一闲下来 婆婆就要让崔婷马步擎起的忙起来 崔婷慢慢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 变得逆来顺受了 而且把自己内心的那些痛苦都憋在心里 不再愿意跟自己的丈夫诉说 毕竟不管崔婷说了什么事情 在丈夫的耳中 永远都是崔婷在单方面的发牢骚 崔婷不愿意离婚的原因 只不过是有的时候会想到 自己当初跟张瑞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 是那么的甜蜜 所以总觉得只要自己做的足够好 就一定能够再把张瑞的感情挽回回来 这个婚姻一定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有一次家庭聚餐的时候 崔婷早早的就跟公司请了假 说自己家里会有一些事情 所以崔婷在家里准备了一整天 做了一大桌子的饭 等到了晚上的时候 一家人都在那里 说着一些家里的闲事 崔婷就忍不住说了一句话 却没想到直接就被婆婆给对了回来 掐人谈事 外人别插嘴 真是一天天 给脸不要脸的 这让崔婷再也不能继续忍受下去了 自己在婆婆的心目中 永远都是一个外人 那么自己也没有必要 继续再为这个家庭努力了 反正不管自己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婆婆永远都不会 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家人 所以在后来 崔婷很快的就办理了离婚 自此以后 再也不愿意 跟这一大家子人联系 虽然每个家庭里面 都会存在着一些婆媳矛盾 但是有一些矛盾 是可以很快就能够解决的 毕竟 虽然两个人之间 有一些麻烦事情 但是他们都是为了让这个家庭能够变得更好 他们的心思还是一致的 这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来缓和婆媳之间不和谐的关系 尤其是身为一个丈夫 或者是身为一个儿子 应该为了家庭的和谐 做出一定的努力 不应该单方面的偏袒某一个人 也不应该无条件的听一个人的话 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是遵从着理性出发的 这样的家庭里面 才不会因为有时偏颇的决定 而闹出更多的事情 如果一段婚姻 能够真正很好的经营下去 而且一个家庭 能够很好的越来越有不错的发展 那一定是 这个家庭所有的人 都是朝着一个方向 共同努力的 这是需要家里每一个成员 都为这个家庭 做出很好的准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